大飞淘车记 懂车更懂你 大家好 欢迎关注这一期的大飞淘车 后台往往留言啊 说大飞有没有一辆十万预算以内的四驱的动力要好的 配置要高的一辆家用的SUV 今天啊 给大家带来一辆性价比比较高的一辆家用的十万预算以内能够买到的二手的SUV 我身边的这台福特一虎15款的四驱运动16年上牌 这辆车啊 给大家介绍一下动力总成 2.0T的高功率的发动机245匹 匹配上一台6速的手自一体的变速箱 这辆车之所以我们能够拿到节目里跟大家聊 因为它这套动力总成 你不用太担心有问题 毕竟是福特在中国市场的一个拳头车型 它是和大众的图观CRV RAV4这些车型 分停抗礼的一个车型 所以它不会轻易的去使用双离合 也就是啊 这辆车并没有大面积的去爆发故障 所以说这辆车可以买 但是啊 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 配置越高的车 它可能要面临的一些后期的 年限长了之后的问题会更多 这辆车啊 也并没有躲掉这个毛病 它同样会有一些电气化的一些小的问题 比如说胎压报警部的不正常 等等等等 很多 但是啊 这辆车不视为一辆好车 我们开了几百公里 这辆车非常非常的好开 而且啊 动力非常的冲 四驱功能 大家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越野车啊 它只是一个SUV 城市的一个多功能用途的一个车型 当然啊 这个四驱也只是一个适时四驱 它并不带插速所 所以说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越野很厉害的车 它并不是 打开发动机舱 跟大家分享一下 打开发动机舱啊 我们看到一虎的发动机舱 前边的这种空间还是比较狭窄的 所以说整个发动机舱显得比较紧凑 管路线数也比较规整 福特车型惯用的塑料水箱框架 这辆车同样也是啊 我们看到两个大灯全部都是原厂的 水箱框架有松动拆卸的痕迹 我们通过看水箱框架的这种状态啊 是换过这种塑料材质的水箱框架 福特的车型 福克斯蒙迪欧 等等等等 它的水箱框架非常容易坏 如果说轻轻的受力 非常容易破损 破损之后一定要换 因为它是塑料件 所以说啊 这种车型换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多的 比较常见的 但是啊 我们再往后看的话 加强梁重量整个车内并没有发生过大的碰撞的事故 排除事故 这台2.0T高功率245匹用在很多车型上 比如说捷豹 比如说路虎 这台发动机用在很多很多车型上 所以说啊 这台发动机本身而言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比较上这台6速的手自一体的变速箱 动力总成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前头排除事故 当年的官方指导价这辆车啊 是26万多 现在目前16年上路的五年车零的车市场价格11 12 11万多 12以内就能够买到一个车款非常好的一虎 2.04区高功6AT 动力配置非常的高 我们坐进车内跟大家分享一下配置和空间 首先啊 四门都是一件升降的电动车窗 真壁座椅 真壁方向盘 电动座椅 角度可调 前后雾灯 定速巡航 语音控制 座椅加热 自动空调 一件进入一件启动 福特的内饰非常有特点啊 基本上 你忘记一坐 很多车型它用的方向盘材质是一样的 换单材质是一样的 中控的设计是一样的 这就是福特家族的设计语言 内饰显得还是比较厚实的啊 比较有肌肉感的 比较美系车 当然啊 福特这几年的由于产品力的不足 由于在中国市场的这种口碑的下降 导致了它二手车市场的不稳定 但是我们回归到这辆车的使用本身而言 这套动力总成我说过 大家不用担心 福特的底盘大家都知道 人家调教底盘一直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对于辆二手车来说 十万预算买到一个16年的国五的2.0T的6AT的手机体变动箱 包括说四驱 这套东西其实你很少车型能够买到 而且啊 这辆车虽然说2.0T的高功率 这辆车的综合油耗啊 十升左右 还是四驱车型 大家想一想 对吧 全景的大天窗 2米6多的轴距 标准的紧凑级级别的车型 我们坐到后排跟大家分享一下后排空间 一虎这台车啊 真皮座椅 同样它的座垫也是很柔软的 大家看一下啊 而且它比较宽大 西部空间并没有很大 两全标准的紧凑级别的空间 后排出风口有的 全景大天窗 后边的阅读灯 整个的头部空间啊 基本上是两全 这辆车啊 我们买就买个性价比 给大家一个建议是什么 买这种车型 首先 由于福特品牌的维保记录不是很好查 那我们尽量去找渠道去多花一点钱 去查一查它的维保记录 这是必须的 这个必须查啊 然后我们查一下它的公里数 这种车型基本上是家用的多 所以说公里数不会特别大 如果说你买到一个公里数比较少的 车款比较好 没有试过 其实这种车型啊 是开得住的 买二手车享受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性价比 好不朋友们 然后后备箱 同样是感应后备箱 电动后备箱 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啊 配置该有的真是都有 后备箱也是电动的后备箱 给大家总结一下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15款的2.0T运动豪华16年上路的福特一虎 目前市场价格11万到12万之间 你能够买到一个车款非常优秀的2.0T的245匹6AT手自一体变速箱 四驱 这样一个配置非常高的紧凑级别的SOV 对于家用而言啊 够用 好不朋友们 想了解更多的车上价 了解更多的汽车知识 关注我们大飞套车记 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提问私信 您的点赞转发是对我们最好的鼓励 谢谢大家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飞套车记 跟我们留言提问 我们会不定期的给大家集中的回复 好了 这期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